为了就近服务池上海端、观山、陆野及严品无乡镇居民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纵谷县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于105年7月在观山老人会馆成立 106年中心进驻台定公司原观山服务所旧有的办公厅社 作为社会处落实福利下乡在纵谷县区的服务据点 12月1号上午街牌启用 欢喜日出 真的我们只有6位同仁 1位独岛、4位社工、一个行政人员 我们6位在做服务当中 从去年到现在 一共服务了772户 1222位 1222个人次的服务工作 另外我们办了13场团体的活动 那活动里面有1117人参加 另外办了35场的宣导会 一共有4500多人参加 说实在的在有限的人力之下能够做那么大的一个服务量 我真的在这里深深地感佩 我们家里福利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 你好 陈秘书长、县长夫人陈灵燕等与会贵宾 宣示保护强化儿童及青少年安全 落实福利扩大照顾 杜绝儿虐及家庭暴力 照顾社区心理健康 立即关怀 安心救学 强化治安 真防犯罪 关爱生命防治自杀 创造机会 照顾失业 共同建构社会安全网络支持系统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